欢迎回到《巫女花扇》里 一个演绎日本历史传奇的频道 上一集我们说到 经过四年的艰苦战斗 明治光秀平定了单波 随后 知田信长放逐了 左九间姓胜父子和林真秀 明治光秀递补 成为知田家新的家老 并且零有一支军团 成为知田四天王的第五人 本集是明治光秀篇的番外 用来讨论本人四肢变可能的原因 显然 我肯定会抽不一脸的 把这个坑 留到知田信长的故事中 甚至有可能专门做一期本人四肢变 那么在这里 我只想强调一些明治光秀 当时实际情况的改变 其中第一个 就是关于四国 长中我部原青的影响 长中我部这家 本来是盘踞在四国 南边土佐国的一个势力 但是经过 长中我部国青 以及原青父子的努力 他们已经占领了 大部分四国的地方 现在四国境内 只剩下阿波北部的三好家 还有能力抵抗他们 原青为了顺利的攻略四国 同时他也深思熟虑 考虑到了信长的崛起 所以很早他就透过了明治光秀 表示愿意与信长通好 服从知田君 而且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 原青在他的敌长子 黎三郎 成年圆福的时候 透过光秀向信长表示 希望信长为他赐一个名字 信长就回信说 我赐你一个信子 这就是长中我部 性侵名字的来历 这个吃名的过程 算是正式宣布了两家的关系 之后原青也一直向信长 上贡四国的特产 而负责维持两家交好的 自然还是明治光秀 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阿波的三郎康长 以及一语的西元寺公馆 都无力抵抗原青的强大攻势 转而请求当时正在攻略 中国地区的封城秀吉 向信长求助 但是信长在赐名的时候 已经向原青表达过 承认两家关系 并且四国可任凭长中 我不佳战友 不过在收到三郎康长 以及西元寺公馆的求救信之后 信长感觉到 长中我不佳的势力过于强大 而且考虑到本院寺的威胁 已经完全解除了 三郎家可以完全归顺 而这个时候呢 在信长面前 前往西国的战略重点 不再是征伐四国了 而是讨伐毛利家和征伐九州 三郎家和西元寺家 可以作为将来重要的棋子 相反呢 长中我不佳的利用价值 就打了大折扣 再加上如果长中我不佳 一跃成为整个四国岛的霸主 对信长的统一霸业 一定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信长就改口对原青说 一与战旗两国 战且保留 阿波南部 以及屠左当可给予 这和之前约定完全不一样 少了一半的领土 而且少得全是四国最富裕的地区 原青当时得到这个消息 勃然大怒 他说我原青得到四国 靠的是自己的实力亲手攻打 难道靠的是他信长的恩惠吗 就这样 长中我不和支田家的关系 出现了极大的转折 信长当即决定 讨伐不满自己决定的原青 不知道明知光秀这个时候 是不是记起了当初夹在竹立一昭 和支田信长之间的冲突回忆 刚好 信长的三子支田信孝 这个时候想要立功成名 因此呢 信长就让单女长秀去辅佐信孝 组成了征讨四国的军团 在这段时间里面 光秀由中间人 变成一个没有关系的人 心情可想而知 而且之前光秀是不是和原青 有过交易 现在也不得而知了 而且呢 我们从支田军内部来看 本来明知光秀是四国军团的顶头上司 理应同时经营中国地区 突然插入一个与财秀级的中国军团 就已经是极大的削弱了光秀的地位 考虑到之后 必须从这里进攻毛利和九州 这个变化尚且可以接受吧 现在信孝带着单女长秀 一起组成一个四国远征军 相当于光秀被彻底架空了 多年的经营都成了为他人作嫁仪 支田和长足我部的关系 这种突然变化 到底是不是光秀想要反叛的主因 当然我也没有明确的史料可以证明 另一种比较现代的说法是 光秀在征战的过程中发现 天下统一已成大事 他本来的目的就是要终结乱世 帮助信长只是因为这是最快的捷径 他可以帮助任何一个更可靠的人来终结乱世 后来他发现对于天下来说自己就是最可靠的那个人 那么在战国无双里面 光荣用两段骑马的动画表达了这个变化 CG动画里面 光秀就这样回头喊出了敌在本能事 可见男人骑在坐骑上面的时候 最好不要做出什么重大决定 反过来也不要做 不然这个决定很可能给你带来悲剧 除此之外 历代道合剧中采用最多的说法 就是明知光秀招待德川家康的事件 来访问信长的德川家康到了安土城 信长就安排明知光秀来负责招待事宜 根据当时在日本的耶稣会传教士佛罗伊斯 在他的日本史第56章中所写到 正在准备宴会招待的时候 信长突然要求明知光秀前往一个密室会议 中间明知光秀似乎感到了不满而提出谏言 信长路不可遏 站起来两度用脚踢击明知光秀 信长与光秀应该是因为某个事件意见不合而产生了争执 但是要注意的是 佛罗伊斯本人并不在安土城 他当时是在九州的长崎 这件事他说是由安土城的传教士卡里安汇报给自己的 但是卡里安并没有记录这件事 所以真实性很难论证 在后世的军纪小说《穿脚太阁记》里面 说明知光秀在接待得川家康的时候 准备好的食物已经变质 臭味随风飘散 被信长发现之后勃然大怒 就撤销了明知光秀负责招待的这个任命 但是所有的这些理由都是基于猜测 现在没有任何的精确证据 总之过了没多久 这天信长就在本能四字变中战胜火海 而明知光秀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 他为什么要谋反的历史之谜 关于本能四字变的具体过程 我会留在枝田信长篇 或者专门出视频 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我想要给大家讲的是 关于在本能四字变之后 明知光秀他人生的最后一段 是怎么度过的 但是篇幅所限 就让我们留到下一期吧 视频的结尾 是我在现在的京都本能寺 以及福知山城所拍的照片 如果你愿意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